最近在下乡之边,无意中发现他们放射科的某位医生的胸部,正常报告为,胸部可能基本正常。 呵呵,不禁想起了以前,我在实习科室里,有一位女老师出胸部正常报告为,胸部无重大发现,另一位老师出胸部无重大发现,呵呵。 一天,两位老师为了争论重大和重要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,崩溃,我们科医老医生发报告,从来不测量病灶的大小,而是用农副产品带气,右下背胺存在大壮块,下腹部早合大结石,路内花生米大低密度病葬,椎皮内绿豆大高密度病葬,我科医各医生描述挪部凹陷性骨折,凹陷深度每10厘米,呵呵呵。 我科的一位医生给患者偷还,结果,持股联合上3000米,偏右2000米,科医一个美美的描述,建议对比老婆老偏,笑死了。 诊断电象,左侧第几第几类鼓鼓者可疑,必要是请复仇复查。 这是偶门科,一位同事的比误,我想病人一定去郁闷,医生叫我去复仇,或是去打那还是杀那。 一件修生写报告,左腿掉出,老师认真审核后签报告,后面加上,不出外右腿戏,CG跟墙后,我们一般都嘱咐患者多喝水。 一次,护士对患者说,回去后,多喝尿,把水排出来。 医患者家属问,脊小脑种一般多大。 啊,我们赶紧看报告,左肾上几小脑种,可是有个医生,吓得诊断结果,假装现兼致性肺炎。 同样是拼命迫住的笑话,老年性脑改变,最后打成,老娘性脑改变。 前几天遇到一个极品男,他是裴行器增强VP扫描。 穿了千裙在机架旁鞋坐,该男子可能极为担心,X射线,对他造成身体的伤害,做出了极品动作。 扫描过程中,听到机架动作的声音,一转身背向机架,双手紧紧据住眼睛,风风火火来我愿,直接化的急诊。 急诊科赶紧介绍给肿瘤科,肿瘤科直接开了个修复平扫家增强,我们也就闷着头做了个平扫家增强。 分离啥也没有,仔细看皮肤上有东西,叫来病人一看,好大块膏哦。 第二天急诊科大夫碰上了肿瘤科大夫,问那人咋样,好了出院了,嗯,膏哦,一劫就好了,生夫妇早描食,刚找了个定位上, 谈话系统叫病人出气,本地话很接近出去,病人就怕出来了,可笑的是病人已经出去了,操作技师还不知道, 继续扫,但扫完里一看,怎么没有图像,再看扫描室,病人都不在了。 有天下午,快下班的时候来了个妹妹做颅脑检查,我匆匆忙忙的赶紧做了,结果忘把妹妹退下床了。 晚上八点的时候,值班的兄弟好像听见扫描箭里有动静,跑过去一看,妹妹还在自己家里呢,一动不动,哭得呜呜的。 前几年做增强没有高压注射器,还是用手推住的。 打针的护士妹妹刚刚抽好药,谁知从恰好从墙角针过一只灰老鼠。 故事妹妹熬的一声尖叫,顺手狠狠就把针管扔过去了,那叫一个准啊,一针正扎在灰老鼠的肚皮上,笑腿扔了两下就咽气了。 部分信息来源网络,你可能还想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